吃着踏钉,血管还是堵 如果你不注意这三点 大家好,我是心血管中医近立峰 大家都知道检查发现了血管里有斑块了 就一般要开始吃踏钉了 可是很多患者朋友,因为每天都在吃踏钉 但是血管狭窄,程度还是会不断的去增加 甚至最后不得不做支架,做搭桥 也有已经装了一个支架的 天天吃药,可是慢慢的过了两年 它又出问题了,又装第二个支架 有些患者就会非常疑惑 我天天都吃踏钉啊 为什么吃着踏钉,血管还会堵呢 这个其实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吃药时间不对 踏钉这个药物是高质血症患者常用的药物 大多数都是晚餐后来吃,或者睡前来吃 这个时候的服用效果就会好一点 特别是一些短效的踏钉 比如心发踏钉,腹发踏钉,佛发踏钉等等 都需要在晚上或者晚餐后服用 长效踏钉,比如瑞书发踏钉,阿兔发踏钉 半摔期比较长,有14到19个小时的半摔期 可以在一天的相对任何时间服用 吃踏钉的朋友,你把你家里的药盒子找出来 如果你吃的是心发踏钉,腹发踏钉,或者是 河发踏钉,一般一定要在晚上去服用 不能在早晨去服用 因为这样的话,踏钉在夜里没有起到最好的疗效 达不到最好的降致效果 第二种情况,有的人减少了药物的剂量 有的人为了说少吃点药,早点副作用 隔天或者隔两天吃一次踏钉 甚至有时候干脆就忘了,没吃 什么时候想起来才吃一次 这样做的后果反而会加重血管狭窄 因为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在不断的波动 它反而会不利 第三搭过支架的人一定要记住 不以绝止换单的指标为标准 不是没有箭头就是正常的了 这时候对于装过支架的人 低密度质量摆胆固醇 我们一般推荐要小于1.8毫米每升才可以 超过1.8毫米每升,它有时候不提示你 检查单上它没有箭头提示 所以我们需要自己把竖直看一看 两个把控一下 对于装备时的避免 对于装处理的 谢谢观看